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你看出来是两句话 那就分两句话来翻译了 分两半 从所以这段开 对吧 好 然后切开之后呢 就看前一句了 这个地方 小美他妈妈陪啊 今晚boy's night 就是我跟我儿子在一块玩了 在我的办公室里睡觉 主语学习金句 谓语要付出 冰语是青春时光和身体痛苦 看见没有 学习金句要付出青春时光和身体痛苦 这是前半句的主干吧 好 我们讲过 主干的这个是一字的 主干中文和英文的逻辑是一字的 学习金句动词 就用NG形式了 是吧 动名词嘛 或者to do 都行 Learning Beijing Opera Learning Beijing Opera Learning Beijing Opera 学习进去 要付出 我要付出 怎么怎么翻译 各位告诉我 用哪个词啊 嗯 付出 用哪个词啊 付出 用哪个词啊 各位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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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出 用哪个词啊 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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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用配 这个词肯定不对啊 肯定不对 换 继续换 继续换 这词不对啊 继续换 赶快进入学霸状态 拜托 赶紧的啊 offer 不对 错 哎 对了cost 那么还包括那个spend 也不对 也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词的付出 所谓的付出 它的主语是人 I spend 我花什么钱 花费的意思 是吧 我提供什么 我花掉什么 而这句话的主语是学习金句 而不是我 ok 懂了没有 所以学习金句是花掉我的钱 对吧 我cost 将会花去 花去 当然就不能够用 我们刚才讲的词了 懂了没懂了没 就这些词它应该是人当主语的 我花钱 比如说 我在学经济当中 花了什么东西 可以用这些词 对吧 i spend 或是 i offer 或是 i pay 都可以 懂了没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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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没懂了没 用词注意一下啊 这个是cost 把物当主语的 learning 北京的upper will cost 青春时光 take 当然可以啊 young times 年轻的岁月 然后那个本来可以是很丰富的 是不是放到青春时光的后面啊 是吧 重句 本来可以是不是should have been 是吧 本来可以 但是并没有嘛 打这儿 打什么这儿呢 should have been 这个知道吧 本可以 是吧 情态动词加完成实态 should have been 丰富 怎么说呢 colorful 可以吧 多姿多彩的colorful that should have been colorful and 正常人难以忍受的身体痛苦 是不是先说身体痛苦啊 身体的physical 物理学的 物理的又能表示身体的 是吧 and physical pains 痛苦可以加复苏的各种痛苦 然后正常人难以忍受的 是不是使用这个痛苦的啊 that 正常人怎么说各位同学 正常人怎么说 正常人 正常人 normal people 可以 如果你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词呢 如果你想不起来这个normal people 这个词怎么办呢 你可以这么把它稍微的灵活处理一下 that not everyone not everyone can bear 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也可以吧 懂了没有 就是我们讲过就是四级的翻译啊 在做这个中翻译的时候就是你可以从各种角度解释它 只要意思对就可以了 not everyone can bear not everyone can bear 忍受就知道吧 bare 还有一个put up with 那个词组 是吧 OK 这是前句的 各位看一眼这个逻辑 a learning 北京 opera will cause the young times that should have been colorful and physical pains that not everyone can bear 这是前句的 它是一个冰语的并列 就是我们在前天所讲到的那个单黄蛋的模型 对吧 冰语的并列 好 好 好 common baby 来 我们现在来看到 后半句 后半句 所以 所以 所以呢 那就是下一句话 所以 so 越来越少的家长主语吧 less and less 越来越少 parents 主语那个名词复数 家长肯定不止一个人了 less and less parents 然后 愿意 怎样去 表达愿意呀 各位 愿意怎么说 对 are willing to 或者 would like to 都可以 are willing to 愿意 愿意 愿意干嘛呢 愿意 送他们自己的孩子 写这儿来啊 什么可数名词什么意思啊 问什么呢 are willing to send and 送他们的孩子 parent 可数 对啊 不叫s 了吗 parents s 了吗 s 了吗 s children 然后后边尤其是 especially 所以 独生子女 the only child the only child 你把别着急啊 那个那个挺麻烦的 我一个个来弄 最近在搞那个 今天不是统计那个人数吗 the only child to learn learn it 用这个it就可以了吧 因为 就是 当这个重复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最后再带指他的时候 用it就能表达了 这大家能理解吧 让你不用不要把它说两遍嘛 对吧 可以吧 是吧 你刚说什么 啊 不是来说few啊是吧啊 可数名词是吧 我才反应过来 这儿是吧啊 对 可数名词few啊 andfew啊 parens 越来越少的 好 可以了吧 ok了吗 好 就是 整个句子过程 所以他是在这个地方 由so这个词 所银 所连接的一个双黄蛋 两句话嘛 就是翻译逻辑 希望大家在中翻译这个角度 应该有所体会了 然后你所需要做就练习了 以后有结果再练习 好吧 嗯 等你到考四级的时候再去练他就可以了 就什么时候你要考四级了 就去练他就行了 嗯 都一样 就是他无非就是换词嘛 就是换词而已 就是意思变化 对吧 比如你看我我举个例子 你看比如你看这第一句 你看这个啊 你读读试试 几乎所有第一次来中国的这个外国人 一旦他上中国的土地 就是插入鱼的吧 然后 往往都会从心底震撼于快速发展的中国 体现出的生机 也敬讶于为了快速发展所付出的环境恶化的代价 你告诉我这句话的结构 我们不用翻译他 看结构了 主干 主干是什么 看一眼 主干是什么 就是本剧的主干是什么 主语就是这个外国人 对吧 外国人 然后呢 震撼于 生机 也 惊讶于 代价 各位 懂了没有 外国人 震撼于生机 也 惊讶于代价 是吧 这不是双黄蛋 这是单黄蛋的 卫语的并列吧 因为主语只有一个 做家民啊 是吧 这个不是双黄蛋 这是单黄蛋的 主语只有一个 这个那个我爱你又恨他 是不是一回事啊 看到了没有 外国人震撼于生机 也惊讶于代价 跟我爱你又恨他 是不是一回事啊 两个卫语 两个卫语吧 是吧 你只需要各自到许往前挪就可以了 比如说 把这个 所有第一次来中国的 把他放到外国人后面去吧 这个不要管他 插入语不变嘛 是吧 从心底里放到震撼的后面去吧 快速发展的中国所提现出的 放到生机后面去吧 然后为了快速发展所付出的环节恶化的 放到大家后面去吧 看怎么样 这么一操作就可以了 这是个固定的思维过程 是吧 然后你把这个词给它搞对就行了 这是翻译逻辑 这我们不多说了 我们今天晚上呢 我们将会看到 四级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逻辑 就是填空题 填空题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我们那个 他这个在 四级上叫做十五选十 我们在 嗯高考当中所看到的全国居然有一个七选五 各位记得吧 七个词上全五个 你觉得还挺麻烦的 是吧 到了四级之后 那么就更刺激更爽了 是十五选十 哈哈 哈哈 是吧 就更爽了啊 更爽了 初二你居然来报学霸班 胆胆色可佳呀 李静奇 哇塞 挺猛啊 是吧 你应该去报学杂班吧 我是吧 这初二你来混什么混 我讲那个翻译听懂吧 李静奇 能理解吗 挑战自我 是吧 他的网名就取的叫李静奇 拜托 人家很实诚好不好 真能听懂啊 哇塞 真有潜力啊 真有学霸的潜力啊 以后高考考北大啊 大叔等你好不好 给你妈说一声啊 一定要报北大 来我们看一眼 书选十的逻辑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特别去套路很深 你看着啊 他是这样的 可能显成乱码吧 显示的不一样 他是给你他有点像完星天空 你看着呢 给你一篇文章有好多空 看见没有啊 这个空这个空是吧 那三四 五六 这篇文章啊 七八九十十个空 看见没十个空 然后呢 完星天空是分题目的 比如第一题给你四个选项 对吧 ABCD你选一个 你起码你可以有四分 以后四分之一正确率了 那么四级考试呢 不是这样子的 你看 你看 他是直接给你十五个词 让你自个儿挑起来 各位同学 牛逼吧 牛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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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搞什么完星天空 什么ABCD四个选项 直接给你十五个 你选去吧 是吧 有点猛啊 有点猛有点猛啊 是吧 嗯 所以 你像我们就是我们在做完星天空 或者是做BBC你的显示名字 或者是做那个七选五的时候啊 都是第一题有A B C D四个选项 对吧 让你四个选一个 这么来操作吗 但是四级考试不一样 他比那个高考要求要高一些 他是给你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有十个空 然后呢 这十个空呢 并不会给你比如第一题有四个选项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十个空 直接给你十五个选项 让你往里头填就可以了 就这么个意思 是吧 OK 这题目考察各位懂了没有 你就 各种题型都玩过之后 你就明白了 英文就是一回事 也没事 但是这个网上讲课生个气很正常 在打理他 呀单身汪你要理解 这么多年跟 是吧 跟淘宝 淘宝女朋友这么多年 肯定还是心里还是很不爽的了 今天我看单身汪在玩那个什么快手一个软件 我说你还用练习快手吗 你还不够快啊 真是笑好 笑死老夫了 好 那么这种题怎么做呢 我告诉你啊 这种题目首先一个 上来之后 一定不能够先去看文章 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告诉你啊 看文章你就疯了 我们必 你想因为 你想这个逻辑啊 就是一篇文章 每一个空 言外之意 从 逻辑来说 是不是要去分析15个词 才能够理解这个空选哪个 是不是 是不是 那这过程是不是太复杂了 我怎么可能有这个经历 每个空看15个词呢 那不得整死啊 对你说这个题目 你把这15个词把它的空选完呢 你花的时间一定不能超过10分钟 一共只有10分钟时间 特别的短 那么我们就必须来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这15个词进行分类 分什么类呢 各位记住啊 他们分别是由四种词构成的 名词 形容词 动词 和副词 竞赛博客是什么玩意儿不懂 一共就只有这四种 各位记住啊 他是不会考虚词的 然后其中呢 这个副词你不用管它 把它刨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副词每年只考一个 只考一个 生物竞赛包含生理卫生吗 这还需要复习啊 我教你好吧 专家 那这个副词只考一个 而且特别简单 就俩选项 然后你就把待会一直看那个对就可以了 这可以忽略不计的 你只需要把这些名词形容词副词 这第一个分类就是词性分类 为什么要通过词性来分类呢 什么叫那高考呢 什么意思啊 那你要问啥 提问题请说全句好不好 那高考呢 高考很好很公平很正义啊 跟中国有关系啊 是吧 哪些词性问什么 不知道你在说啥 嗯 英语竞赛 哪个英语竞赛啊 哪个英语竞赛 有高中生有有适合高中的竞赛吗 不是跟全国英语竞赛 他又不他跟那个 他跟他有关系吗 跟高考有关系吗 有关系吧 应该 自主造生有关是吧 是吧 这个明年我搞一下 来 继续看啊 这第一个分类 对词性进行分类 然后 第二个 就是 褒贬分类 通过词意的好和坏 划分 好还是坏 第一个 为什么要做词性分类呢 因为一个空该填什么词是固定的 是吧 比如形容词后面是名词啊 动词方面是副词啊 是不是固定的啊 是吧 所以说第二就是根据这句话的意思 好还是坏 来选择 褒贬的分类 okok懂了没有 就是 这两重分类之后啊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词 把它做一些标记了 你看一下啊 比如第一个A 万德 名词奇迹 对吧 然后 好还是坏呢 好的 打个勾勾 哦 还有第三个分类 就是 就是语法分类 什么叫语法分类呢 他比如他有单三的呀 对高考没这个 是的 把我都问晕了 单三的呀 还有 这个动词的过去式的呀 或者圆形的呀 这些标志把它要画出来 那么 这个麻烦在哪里 就是有些词他会有好 有点好几个词性 对吧 比如第一个词弯德 他除了名词奇迹好词 还有动词的含义 就是 好奇 是吧 还这个意思 然后后边好奇中心词了 没有保贬义了 下一个 下水你看到这个 他的过去式标出来 但是过去才能用的 对吧 Aquired 还是个动词 取得 没有保贬义 下一个副词 我说过副词不管他 就记得跑掉 下一个reguined 过去式 再次取得 再得 那 好的了 取得再次取得都是报义的吧 下一个nightman 这是什么意思 这门词 属于这个名词 它是噩梦的意思 是坏词吧 打个叉叉 一定要把这些词性呢 包贬义啊 做一个逻辑 画成 一会你就发现做题就很快了 下一个native 本土的是吧 这是个形容词 本土的中心的吧 下一个acceptance名词接受 好词吧 包义的 下一个effective 有效的形容词 好的吧 这词见过 记不记得单词四个班讲过吧 下一个head 是hide 躲避的过去式 是过去的 躲是吧 动词过去的 下一个prominent 这词估计你不认识 但是它是个形容词nent 它是好还是坏呢 记住啊 这种这种题目其实不认识无所谓的 你只要能看出来是褒贬或者词性就能把它做对 那这个词是形容词对吧 那么它是包义还是贬义啊 各位告诉我 pro这个词根一般是包义还是贬义啊 propro pro一般是包义还是贬义的 你觉得 pro什么意思啊 我们单词四个班专门讲过它 pro什么意思啊 pro是不是向前的意思啊 比如promote 对吧 就是推进啊 pro包括那个professor 是吧 教授啊 是吧 promote促进嘛 看见没有 还有progress 进步 看见没有 promise 对了都是的 那向前的 所以说pro是好的 这是个好词 下一个 decent 优雅的形容词也是好的 再下一个 problem是摆在前面的麻烦 他的主力都是向前的 肯定会有例外 所以很正常 countless 无数的 形容词吧 跟数量有关的 下一个record 回忆 动词 那过去是了 breakthrough 名词 好的吧 OK all in的吧 突破 breakthrough 突破 名词 下一个副词 不管他 嗯 decent 优雅的呀 不是下降 下降是这样写的 descend 这么写的 上升是那个 send 这样 上升下降 上升下降 这样子的 好 来 take a look 来看一眼 让各位来逐步提会 这个逻辑是什么 你看啊 第一题 when Roboto Flitz came to USA from Dominican Republic 当这个什么什么人到美国去从什么什么国家到美国去了 he knew only a few words of English 他只知道一点点的英文单词 你看坏事情吧 是吧 education send became 教育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各位告诉我 在定贯词 在这种词的后面应当是什么 什么词性 告诉我 是动词还是名词 形容词 只有三类词让你选嘛 名动行 对吧 它必然是个名词 那么既然不懂英语 那么教育 变成了什么呢 是好还是坏啊 好还是坏 好还是坏 坏的吧 OK 我们要找一个名词 还要是一个坏事情 对吧 OK 来 各位看一眼啊 这个题就这么做出来的 名词还得是个坏事情 你看一下 赶紧收一眼 名词 名词只有这个 nightman 还有这个acceptance 还有这个breakthrough 一共只有三个 还有一个one的奇迹 对吧 四个 这四个里面 打叉叉的只有一个 就是异选项 nightman 你连一个干扰项都没有 各位同学 懂了没有 这个题 大概怎么做 各位懂了没有 这就是过程 分析每一个空的 它的缺的词性 以及它的褒贬义 明白了吧 这题就选它了 是吧 好 后边 那 I couldn't understand anything 我啥也听不懂 he said he from his teachers came home in tears and thought about dropping out 你看一下 并列的 对称嘛 跟那个跟那个 我们那个改错题 是不是一回事啊 回到家 并且思考要退学了 什么样 它的teach 那既然都想退学了 并列的 那么是不是首先是个动词 然后过去式 而且表示不想读书了 是不是意思啊 并列嘛 看着啊 动词过去式 有哪几个是动词过去式呢 我们看看 得到了他的老师 哎呀哇 有一腿是吧 再一次得到老师 哇塞 还长期坚勤 哈哈 还有人呢 躲避老师 过去式 还有回忆老师 哪个表示他考学呢 爱躲避 OK 那他躲避他的老师 回家就哭 并且想退学了 并列的对称 各位懂了没 懂了没 好继续 下一个 then 什么什么 一个双语的教育者 开始去跟他一块工作了 教他数学和科学 用他自己的什么西班牙语 OK 西班牙语是个名词吧 在名词前面 是不是个形容词啊 用他的什么西班牙语呢 找一个形容词 中性的来形容语言的 没有好坏吧 是吧 形容语言的 没有好坏的形容词 没打过的打插 形容词只有一个 就是F native本土的 看见没有 OK 懂了没 就是他吧 别的都是好坏 是吧 好坏都有 这个是没有好坏的 本土的西班牙语 母语嘛 然后 好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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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之前不是绝望了吗 记得吧 那么跟绝望能对称 是不是重获信心啊 对不对 好 这个题目就是 你边做边把那个 你做过题把它划掉 这个词你选过了 把它就划了 你看看啊 这个D做过了 划掉 是吧 E natman 选过了 F native 选过了 然后I height 选过了 是吧 好 继续往上 重拾信心 today he is a doctor 今天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他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名词前形容词吧 好还是坏呢 当然好啊 看见没有 today 转折了吧 是不是重拾信心的这种结果啊 是医生后面说 有他自己的诊所 并且和很多医院合作 是很牛逼的医生呢 表示很强大的医生 好吃形容词 看着 那么形容词好的 有哪些呢 我们看看啊 还有三个 一个是有效果的医生 effective 一个是prominent 不知道啥意思 一个是优雅的医生 好的 对吧 那么他很成功 有很多的医院和诊所 事业很兴旺 是优雅 还是有效果 还是这个pro呢 优雅跟效果都搭不上边 只能是他pro 是吧 这个词你不认识 都应该知道只能这个了 向前嘛 pro是吧 progress prospect 有前途的 prominent prominent就是卓越的 prominent 卓注的 卓越的 卓越还是卓越 这车怎么念 卓还是卓啊 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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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那 everyday uses language and academic skills 每天他都使用这个语言和学术技能 他怎么样 通过双语教育 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 找个动词吧 过去试吧 技能 跟技能有关的动词过去试 acquired ok 懂了没有 你看只有他吧 过去试 动词 是吧 就只剩这个了 用他获得的技能 哎呀 最近着凉了 然后下一朵 然后下一朵 robert stories just one of success stories 他的故事 只不过是什么成功故事之一 你看又是在名词前面 形容词吧 跟数量有关的一个形容词 我们看一下 形容词还剩几个呢 还剩有效的 优雅的 数不清的 跟数量有关 只有他 数不清的成功故事之一 你看 就这个吧 是吧 他已经提示你了one of 吗 好 在后边 research as show that 研究显示出啊 双语教学 is the most way 是最怎么样的方式 最怎么样的 你看方式 名词前 又是形容词吧 好词 那么双语教学 是最什么的方式呢 形容词好的 还剩两个 一个是有效的 一个是优雅的 像那个啊 有效的 用他成功了 对吧 ok 好继续滑 选一个就滑一个 看 是不是这个局面就越来越清楚了 这个局面 是吧 别忘了还有五个干扰项的 后边 嗯 在亚利桑那和德州 双语学生 怎么样outperform 战胜他们的对手 ok 在动词前面 只能是副词吧 是吧 这个题会 会考一个了吗 副词 怎么样战胜他们对手呢 那么 有两个副词 一个是 总是 constantly 总是 一个是automatically 自动的 是总是战胜 战胜对手啊 是自动 战胜对手啊 总是 对吧 语义 很好理解 C 然后 最后一题 啊 college rates of more than 90% state average and college rates 大学 大学什么律 大学什么律 大学什么律呢 这个各位记住 在两个名词的前面 中间呢 可以加形容词 也能可以加名词 都可以吧 因为名词可以好几个词 连块串一起 对不对 比如china radio 中国国盟电台 是吧 好 这种是比较少的 这种是比较少的 集权项呢 acceptance 大学录取率 这是唯一一个难题 就是他 ok 各位同学 爽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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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刚考过的四级真题 其实 你慢慢就能理解我说的 对啊 是真题啊 真题 你慢慢就能理解我说这个道理了 就是高手境界 就应该是 不过如此 对吧 无非是老夫有几个词不认识而已嘛 是吧 如果当词认识了 就能做全对看见没有 是吧 没那么复杂 没那么复杂 好 行了吧 老师让我们看一下弟弟 别这么吴好不好 我说 这个不太方便吧 你一截图 你一截图不就完了 你说是什么 什么弟弟啊 我儿子啊 我我我我误会了 不好意思啊 阿将来 阿将 come he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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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come 没事啊 没事啊 可以的 喂 啊 我上课了 咋了 刚只现在已经下课时间到了 等会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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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呃 但是我来电话了 我下课了啊 好 拜拜 嗯 嗯 给 给 给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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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 呸 呸 say bye bye say bye bye good night good night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omorrow ok ok 再见 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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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单词那个我在群里发好吧 ok 拜拜 别着急啊 我来个个登记